美国台湾形象展12日在美东时间这个时候盛大的展开了 选在这么精华的一个地区 美国华盛顿特区就是因为这里是美国政治行政 媒体宣传中心 也方便这附近的美国国会议员来前往参与 而今天展场上的亮点包括了鸿海和硕等等16家上市公司 占年营收36%都来参与盛宴 独大的台湾形象展字样清楚可见 进到展区里头可看到从台湾空运来的电动车 其中鸿海MIH平台开发的电动休旅车最吸睛 看着美国中高端商务人士对于内装的需求是越来越严谨了 我们可以看到之后还有这个宽广的空间跟高级的白色皮质 那么这个平板电脑也是可以自动插上的来选择控制车上所有设备 平板电脑一秒装上让后座乘客也可控制电动车内冷气电扇调整座椅 软体踩最高规格硬体也不马虎 750马力0到100公里加速只要2.8秒 The US is pretty large you want to be able to drive from one point to another 500 miles I could take a rest go to the hotel or something then come back and plug it in and leave 然后之后它会再进入 大家知道最近有一个IRA就是 是Inflation Reduction Act会提供7500$ per vehicle的这个incentive Effective Time是2024年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开发一部车大概需要18到24个月 我觉得2024开始是很重要的 同样瞄准电动车市场商机台湾知名面板大厂和美国通用汽车合作 将曲面萤幕装在豪车凯迪拉克纯电SUV车上 过去的车子的设计上面都会在前面的里程表上面 大概是在设计一个8寸或7寸的萤幕 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所谓Infotainment的部分 会有一个另外8寸甚至到10寸的一个屏幕 那这台车的特点是结合里程表折成一体式的设计 那整个萤幕的宽度部分是34寸 那是9K的萤幕 那这是整个业界里面第一块整合单一屏幕 然后曲面加上触控的设计 至于电动车充电时间过长的障碍 现在改良是充电桩应域而生 美国电动车消费市场越来越大 不过很多人考量的就是充电的时间太久 一般大约要6到8个小时 但是这个高功率的充电桩只需要20分钟时间 就可以把电量从20%充到80% 另一头这个不用擦座 台湾业者设计出亚洲第一款的无线充电桩 手机无线充电也已经不稀奇了 现在连电动车也可以做得到 像是下面的这个充电无线充电桩 就是可以车子开过去 经过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完全充饱电 靠着台湾上来擅长的客制化 从设计到制造充电系统 已经成功打入美国市场 首先我们会从外观的设计 以及提供客户端在整个内部电源端的设计 按照客户的需求去满足客户跟车子匹配的部分 所以不管是属于户外型的充电桩 家庭的充电系统 以及跟车子搭配的随车的充电系统 其实光宝在这部分都可以提供完整的客制化 台湾电动车供应链厂商从上到下团结晋级 台湾形象展包括了前副总统陈建仁 经济部长王美花 驻美代表萧美琴 以及冒邪董事长都亲自出席 形象展的举办地点就在商务部的对面 我跟他介绍说 我们这是带来展出的这些产业主题 包括电动车 在台美关系最密切之际 透过台湾形象展让世界看见台湾 再加上电动车发展以示崭新趋势 美国总统拜登喊话 2030年一半车款将是电动车 换句话说 以一年生产1700万台来算 有850万台是电动车 加上接下来规划50万个充电桩需求 台湾业者不只抢电动车硬体订单 从软体设计到后续服务 都是积极插旗的目标 华语新闻特派记者杨格业思敏 美国华盛顿特区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